谈起特朗普,可能大家第一个会想起的便是特朗普的大女儿伊万卡了。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这位美国的第一千金,确实极其的优秀。 而这位第一千金背后的女人大家清楚吗? 其实她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伊凡娜了。 伊凡娜是真的向我们诠释了,什么叫做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,真的算得上是美国历任总统中的一个奇葩了。 当年的克林顿,因为拉链门在美国全国,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闹得沸沸扬扬。 连自己的总统之位,也差点没保住。 而特朗普的出轨和离婚,都是层出不穷。 可以说,连数都数不清。 但是和她的第一任妻子伊凡娜相比,特朗普还是略有不足。 伊凡娜出生在捷克布拉格南部的一个小镇。 从小就颇具运动细胞的伊凡娜年纪轻轻就活跃在各大体育赛事。 也是因为其运动员的优势。 伊凡娜很早就见多识广。 22岁的时候,她便和同为运动员的同班同学结婚。 但是伊凡娜不是甘于平淡的人。 很快伊凡娜便去了摩特界打拼。 在摩特界获得风生水旗打滴伊凡娜,早已适应了少流社会。 于是很快就和自己的运动员丈夫离婚了。 而紧接住其认识的便是大名鼎鼎的特朗普了。 作为一个富三代,伊凡娜对其还是相当满意的。 而伊凡娜也不是大树底下好乘梁的人。 在嫁给特朗普以后,她依旧马不停蹄。 不是帮助特朗普打理事业,就是追求自己的事业。 而且伊凡娜还给特朗普生下了两个相当优秀的孩子。 当然了,伊凡娜也不是贪慕虚荣的人。 对于丈夫的背叛,她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。 而且她也是让丈夫的背叛付出了代价。 此时的特朗普正值大西洋城投资失败。 负债十多亿美元。 而伊凡娜还是依靠法律武器,为自己赢得了2500万美元和众多房产。 与特朗普离婚后的伊凡娜并没有自暴自弃,也没有失去原本的人际关系。 反而依旧追求自己的事业。 在特朗普在焦头烂额的时候,伊凡娜的日子过得也是相当火热。 而且特朗普和伊凡娜的关系,也没有因为离婚而破裂。 反而全体美国民众,都认为伊凡娜是无庸置疑的特朗普夫人。 而在这之后,伊凡娜还结婚两次,为原朗普还多一次。 如果说特朗普追求漂亮名模,那么伊凡娜就是在捕猎帅气小鲜肉。 在其59岁的时候,她又和35岁的小鲜肉结婚。 然而几个月后,婚姻很快就结束了。 但是伊凡娜的生活,依旧没有趋于平静。 在69岁的时候,她仍然在和24岁男友接头恩爱。 如果说特朗普那是放荡不羁。 那么伊凡娜也同样放荡不羁。 不过像魏袁朗普,伊凡娜更多的是坦率与真诚。 就像伊凡娜自己所说打滴,率性而为,我最喜欢。 不过像魏袁朗普,伊凡娜偎,